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塑胶PP做成的纤维 可以防止树枝跑到进水口 带来这个足水的橡胶圈 很简单就能拆下来 基本上滤芯只要切开 里头的滤彩组合并不复杂 比较复杂的是 早出来的树枝滤材是热固性 这代表焚化炉根本无法消灭它 绿烧预硬只会碳化 也会降低炉体的寿命 离子交换树枝因为无法焚烧去化 在台湾工业所使用的 会从采购到废弃或再生都将受环保鼠一路监控 那么家用的呢 因为数量分散 各家滤芯结构及滤材不同 导致滤芯成为一个具有极高回收争议的产物 拿出中间水管 最下面还有PP绿水棉要拿起 这个离子交换树枝 是可以透过特殊容易还原活性的 我们认为 同一个厂商生产的滤芯 若能让人们不要再丢 其中收回 透过系统化的方式让滤材活化再用 而外壳塑胶也能再支撑很好的再生资源 我们发现这个滤芯外壳有些可以送至该公司的回收中心 但很可惜的是在网路上无法直接查到这个回收中心的地址或专属的资讯 如果是客户应该也会觉得有点疑惑 我们也看到有滤芯厂商写道请将滤芯交给资源回收车 但我们却查到地方环保局将滤芯列为具有争议的不可回收物 如果是垃圾车 有些清洁员看到也是不会收的 会请你交给资源回收 这样一来一往 你觉得他该怎么丢呢 小编野洋装客户打去一间网站写着可回收滤芯的处理厂 询问是否可收滤芯 得到该老板的回复是 我们并不想责难厂商或是处理业者 冷静想下 非工业时代的人们似乎不需要这么复杂的净水设备 这是因为发生胡乱丢废弃物或脏水所造成水源污染 才让人们这么担心水的安全 才有滤芯这种产物 不是吗 所以芒果单材这么迫切地想要建立属于自己的资源全循环链 我们想让人们所用过的物品不用再丢 让这些可用资源能再利用 而不是被丢弃成为污染 造成恶性循环 有些滤芯外壳 采用类似饮料旋转盖的方式装滤材 那为什么这个只能用电锯聚开 是不是有什么专业的考量我们没考虑到 但若采用旋转带 锈树枝收回原厂交换新树枝的销售模式 外壳重复利用 滤芯是否就不那么罪恶了 此次滤芯总重682.2公克 99.9997%是可再用资源 仅有0.003%的橡胶圈是不可再用资源 但因构造 滤材及政策对家用滤芯无法追踪的种种问题 导致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 下集 我们要拆解的是一台出水口坏掉的调理机 让我们来看看它是否能透过再设计解决它资源浪费的问题 回收法一我们下次见